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生长激素 对于健身和运动而言 激素对身体的作用明显 在前面一系列关于激素的话题中 我谈了岛酮 胰岛素 你会发现只要你想要的激素分泌上去了 体能和体型的事就都好办了 那么今天我将对另外一个 对肌肉有重要作用的激素 生长激素的问题给大家介绍一下 视频将分为三集 它包括生长激素是什么 它对身体的作用 如何通过训练和饮食的一系列方法 提高生长激素 以及生长激素与其他激素之间的微妙关系 让我们开始吧 现在简单了解一下生长激素 生长激素又称生长素 是脑垂体前夜分泌的一种泰类激素 它关系到人体细胞再生 以及细胞复制 对人体的生长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激素的主要功能有三项 第一就是令你兴奋的 它能够促进肌肉生长 生长激素通过三个途径 促进肌肉生长 首先能够促进肌细胞内部蛋白质的合成 从而增加肌肉的质量和强度 具体来说 生长激素通过刺激肝脏以及其他肾脐组织 产生胰岛素生长因子 胰岛素生长因子可以刺激肌细胞对细胞外胺基酸的吸收 并增加糖类以及蛋元素的储存 从而达到促进蛋白质合成的结果 注意 胰岛素生长因子也是四大促进肌肉生长的激素之一 我以后会详细给大家讲解 然后生长激素可以抑制蛋白质分解 在正常情况下 人体会同时进行蛋白质的合成和分解 以保持蛋白质的动态平衡 当生长激素分泌水平升高时 它就能够抑制肌细胞内蛋白质的分解 保留更多的蛋白质用于肌肉生长 以上两点可以证明 生长激素对于肌肉在训练后的修复 有重要的帮助作用 最后 生长激素可以促进肌细胞的分裂 刺激肌细胞的生殖 生长激素和胰岛素生长因子 可以刺激肌卫星细胞的分裂和增殖 肌卫星细胞是位于肌纤维之间的成熟肌细胞 它们在受到刺激时 例如抗肚力训练 可以分裂并融入肌纤维 从而增加肌肉的大小和力量 可见前两项是生长激素 为肌肉生长提供了基础 最后一项是直接增加肌肉的生长 当生长激素促进了肌肉生长时 带来的额外好处就是运动表现能力提高了 生长激素可以提高肌肉的爆发力 力量体积以及肌肉耐力 第二 生长激素还可以直接作用于软骨细胞 刺激骨骼生长 增加骨密度 如果你的年龄小于18岁 生长激素可以造成身高以及骨骼坚韧度的增加 对于成年人来说 增长激素可以刺激骨组织的生成 从而增加骨密度 其中的作用还是通过刺激肝脏 以及其他身体组织产生胰道素生长因子而实现 而且生长激素可以刺激肾脏 产生一种名为二氢维绒素D的活性物质 该物质可以提高肠道对钙的吸收 从而增加血液中钙的浓度 此外 生长激素还可以抑制骨细胞对钙的释放 从而防止骨质疏松 要知道在训练中 除了肌肉受到刺激以外 软骨和骨骼也受到压力的刺激 肌肉的修复和生长 相对骨骼来说要快很多 所以长期运动健身的人 要特别关注软骨和骨骼的健康 以及修复问题 由此可见 生长激素通过增加骨密度 和改善骨矿物质平衡等途径 对于软骨和骨骼的再生 有重要的帮助作用 第三 生长激素可以帮你减少脂肪 它可以刺激脂肪细胞分解为脂肪酸和甘油 使血浆内油里脂肪酸的浓度升高 此时 血浆内葡萄糖的利用会减少 脂肪酸的利用会增加 因此脂肪被更多的利用了 而且生长激素还会抑制脂肪细胞 吸收和储存 循环中的脂肪酸 让脂肪堆积变难 此外 生长激素还可以改变身体使用能量的方式 具体来说 它可以使身体更倾向使用脂肪作为能源 而不是碳水滑物 就进一步让身体消耗更多的脂肪 最后 生长激素可以改变睡眠质量 生长激素可以刺激脑细胞的自我修复 稳定情绪 增加褪黑素的分泌 让人更容易进入到深度睡眠 从而达到修复身体 恢复体力的作用 生长激素还可以增加人体免疫能力 人体随着年龄增加 不但体力衰退 免疫力也会大幅下降 就与免疫系统重要的器官 胸腺的萎缩有关 人体的胸腺12岁开始变小 40岁时只剩下葡萄干大小 而60岁则消失不见 但是生长激素可以让胸腺再度活化复原 提升免疫力 抵抗疾病和癌症的能力 以上是生长激素对于身体的作用 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 生长激素促进蛋白质的合成 抑制蛋白质的分解 但是它属于次作用激素 仔细听讲的小伙伴应该发现 生长激素的作用 是通过胰岛素生长因子来完成的 胰岛素生长因子促进蛋白质合成 抑制蛋白质分解的作用更加强烈 虽然各种激素对于增加肌肉的作用方式不同 但是生长激素对于搞同胰岛素 胰岛素生长因子来说 增加肌肉的作用相对最低 生长激素对于健身而言 最大的功效就是减脂方面 这一点很重要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 生长激素是由脑垂体前夜 分泌的一种态类激素 它通过促进蛋白质合成 抑制蛋白质分解 以及促进肌细胞分裂的方式 帮助肌肉恢复和生长 同时可以提高运动表现能力 生长激素通过增加股密度 和改善股矿物质平衡的方式 对于软骨和骨骼的再生长 有重要的帮助作用 生长激素通过刺激脂肪细胞分解 抑制脂肪合成的方式 促进身体减少脂肪 在合成肌肉方面 生长激素有正面作用 但不是最强烈的 在减少脂肪方面 生长激素的作用明显 生长激素在儿童和青少年阶段 分泌最多 随着年龄的增加 分泌量将会下降 下降以后 生长激素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 将会随之消失 所以我将在后面的视频中 讲解生长激素的分泌 以及与其他激素的关系问题 请大家关注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